一進到這家老店不得了了 六十幾年 已經到第三代了 它的東西給的分量 第一個很多 第二個 我跟你講 就要吃這種老味道 沒錯 首先你看它這個下水 真的很豐富 而且它們頭版價 對 你吃的這個是什麼 我吃的是腸子 很脆 很新鮮 越嚼越香 你看看 我的這個是什麼 蒸的部分 好 加蒸 這是乾嗎 它真的 煮得非常脆 它弄得非常脆 是那種咬下去會想像 這個配下水菜很棒 很棒 這個待會兒 我要打包回去下水 其實這種內臟的東西 它其實不會很新 對 它處理得很好 對 不會有腥味 這鴨血糕 鴨血糕 這輩子沒看過 這麼大一分的鴨血糕 一般我們吃的都是豬血糕 對 高厲害吧 真的滿紮實的 你可以吃得出來 它真的是狗公做的 因為它那個紮實的感覺 那個壓縮感 跟那個糯米 跟鴨血的那個 融 交融的感覺 對 老店就是老店 對 接下來好不好 一定要來吃它的 鴨肉 看看這個 它切得好大塊喔 你看這個 這個肉汁都鎖在裡面 首先它的皮呢 有油脂 很滑順 咬下去那個油脂會出來 接下來它的肉 一點都不會柴 吃起來吃它的原味 這個太棒了 其實它不會很老 也不會很韌 不是 嚼勁是剛剛好的 對 所以那種年紀比較大的人 也是滿適合吃的 對 不是在講我嗎 被你罵下了 我再說你 我再說你 它這個當歸鴨肉麵線 它分兩種 一個是乾的 一個是濕的 一般來講 我們看那個當歸的話 看的湯頭會有點黑 黑肉 黑肉嘛 看的湯頭是均的 但是我們做進來 整家店都可以聞到 當歸的香氣 是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好輕喔 非常輕 它很像過濾過的當歸湯 對不對 就是有濾過 把那些就是過度 就是這種 雜質 對 把雜質過濾掉 因為我們常常吃當歸 那個鴨肉麵線 或一些當歸的雜質 那個濾泡 它是完全沒有 乾的跟濕的差別 是帶於湯多湯少 是西螺手工的 西螺手工的麵線 你看看 你看看 粗細不一 粗細不一 就表示它是純手工的 一般機械的話 就是完全都是一模一樣 你看看 我吃看它的麵線 它的麵線很棒的地方是 一條一條都很分明 它不會 不是屬於勾在一起的麵線 咬下去它還有那個麵線 淡淡的 一點點的那個嚼勁 我剛有加了一點薑絲 它薑絲提味之後 那麵線的嚼勁更不一樣 然後味道也更不一樣 更提升了 一口麵線 一口鴨肉 一口湯 其實它的小菜 配上老薑 沾上古早味的醬 太正點了 老薑糊 老薑 大家都知道雲林古坑最有名的就是咖啡 是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吃咖啡大餐 這很特別耶 因為其實像通阿雞 或是我們去過台灣這麼多山上 對 吃過各式各樣 但第一次聽到咖啡入菜的 對 有沒有很特別 很香 看一下味道會不會有點違和感 好 首先看這個桂喵 山上一定要吃的 對 所以這個黑黑的是 黑黑的我跟你講厲害了 那個就是咖啡 最有名的骨坑咖啡 用成的那個 美乃滋 咖啡白乃滋 你感覺好像有時候你會吃那個糖果 是那個咖啡糖 咖啡糖拿鐵口味的 對 然後因為它有加了美乃滋 所以它有加點奶的那個醬汁 你嘴巴好濃的咖啡 然後最重要是 會咬你咬下去那個蔬菜的甜 跟蔬菜的那個脆 整個配合在一起 很特別的感覺 喝個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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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裡面有咖啡包 有咖啡包 這個 它裡面是就是放進咖啡包 所以它有咖啡的味道 但是雞湯的味道沒有被蓋過去 雞湯的甜還在 這個是如果不喜歡咖啡的人 也會喜歡的雞湯 是不是有咖啡江西 但是咖啡的苦味一點都沒有 其實它的那個咖啡湯 其實就著重於就是你聞起來 那個嗅覺的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的主角要來了 咖啡湯仔雞 來看喔 這個放山雞很厲害 是因為它是用咖啡 整個都塞到它的中間 妳看一下 對 而且裡面還有蔥跟蒜 妳看一下這裡面 滿滿的 滿滿的 蔥跟蒜還有咖啡 妳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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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那個雞汁整個流下來了 好香喔 好大塊喔 妳看這個雞皮 它這個真的好香喔 一般我們都是聞到油脂的 它真的很甜的味道耶 一入口 現在是裡面的那個 蔥啊 胡椒的香氣之外 慢慢的咖啡香 會從你的那個雞肉 在你取決過程中 散發出來 重點是 它的雞好嫩喔 我跟你講 懂吃的人的話就要吃雞皮 真的 吃雞皮都是膠質 可以長妹妹可以UP 好吃嗎 好吃嗎 它的雞皮很脆 很嫩 我來吃看這個腿的部分 放山雞就是不一樣 它裡面這些調味料 跟味道進到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 沾雞油 妳來蘸一下 雞油 雞油 那個雞精都在這裡 怎麼樣 沒有好吃嗎 這咖啡味蠻重的 而且這個很適合淋在飯上面 這不是很強 嗯 這沾半分正點 它是湯仔雞 嗯 有那個炭烤的那個香氣 那湯仔的那個香氣 那個那個鍋氣 都進到那個雞油裡面 哈囉 各位令粉你們好 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慢慢來 幾位 我們繼續 學長 怎麼可能每次都你 都在睡覺 而且大半天還報全身 跟你什麼關係 想死啊 那麼久不接電話 現在可以講電話 這種鬼話你也信 真的是跟你姐一樣傻 你在直播上畫彎眉毛 你看 一樣左手拿杯子 蛤 到底要喝什麼 你快點決定了 你知道我喜歡少爺 廢話 就都看得出來好不好 欸手機怎麼照包包啊 阿邦那麼愛說弄我姐的 哪有像你這種學弟 你一直欺負學姐這樣 學姐你肩膀這樣 哪裡 快到我弄掉 我現在才知道 喜歡一個人是這樣 根本一直看我 沒有 這給你們喝 吃壞肚子 那很嚴重欸 是不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